歡迎各位又全面進場 首先要多謝大家在上一條影片的留言問候 我今天的精神狀態又比起昨天好不少 希望明天可以完全好 這一節有三宗來自美國的消息要和大家分享 第一宗 有一名共和黨籍的聯邦眾議員 竟然向德州法院入稟 控告副總統彭斯 究竟是發生什麼事 是不是出現了內鬥的情況 第二宗消息就是 有多家媒體都報導 彭斯將會在1月6日之後 離開美國進行外訪 將會到訪三個國家 分別就是 以色列 巴林 和波蘭 至於第三宗消息就是 在幾天前很多左媒都撲行火來吹風 說拜登過渡團隊向歐盟施壓 希望他們不要簽署中歐投資協定 但是根據最新的消息指出 歐洲方面已經鐵下心腸 極有可能會在30天內 和中國簽署這份投資協定 在說之前要呼籲各位益友 記得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謝謝大家的支持 說說第一宗消息 這名共和黨籍聯邦眾議員 叫做Louis Gommert 叫做郭麥特 他是來自德州選區 在昨天他入稟了德州東區地方法院 撞告的人竟然是彭斯 其實這宗案件並不是共和黨人內鬥 分裂之類的事 而是這位郭麥特眾議員 是希望通過這宗訴訟 尋求法官廢除了 在1887年所通過的選舉計票法 這個選舉計票法我們在 之前都有介紹過 其實就是對於 在1月6日所進行的 國會聯席會議的一些程序 規範 是寫得很仔細的 比如說那個日期 時間 會議場地 或者是整個會議的流程 是怎樣 同時也是對於 這個參議院議長 也就是副總統 作出了一些權力的制約 現在這一位郭麥特眾議員想做的事 正正就是想通過這宗訴訟 叫法官廢除了選舉計票法 從而使得 參議院議長的權力 是可以釋放出來 其實 參議院議長的權力 根據美國憲法的第十二修正案 就已經作出了一系列的規範 只不過選舉計票法 就再進一步的規範 使得他有些權力 是受到限制 這位郭麥特眾議員 他都說得很清楚 他就說 希望法院裁決 彭斯副總統純粹按照 美國憲法第十二修正案的要求 來主持這次的國會聯席會議 不需要遵從選舉計票法的任何條款 郭麥特就解釋 他這樣做的原因 無非就是想彭斯 可以在1月6日的聯席會議上 行使一項的權力 什麼權力呢 就是當某一個州出現了兩份選舉人團的投票的時候 彭斯就可以運用參議院議長的身份 去決定究竟哪一份的選舉人團投票 才是為之有效的 事實上這件事 憲法第十二修正案就有寫 不過在這個選舉計票法上 就作了很多規範 這個決定就不是純粹彭斯可以做得來 所以現在這位郭麥特眾議員就入稟了德州的法院 我自己的看法就是 他現在的做法 純粹就是擺個姿態 叫做療性於毛 大家都知道 在美國的司法系統尋求解決這個選舉競爭議 基本上就行不通了 因為就算被你打到聯邦最高法院就怎樣 是不是 就連這個首席大法官都被揭發得到 原來他是牽涉到一些醜聞的 而且他就長期 都是跟特朗普過不去的 哪有運行才行 所以那些左膠 經常就是盜人迷信 一件事就是迷信的司法制度 實際上你不應該迷信的制度 就算是一套很好的制度 你都需要一些好的人來配合 才能運作得暢順 如果你那套制度裏面 充斥著大部分的人都是腐敗 或者是敷衍失窄 或者是閉上雙眼 關人什麼事 那你就運作到好像 現在的款 更何況 你這個聯邦最高法院的大法官那九個人 全部都是終身職 他根本上就不需要面對民意 他做到死那天為止的釘蓋那天 那你怎樣問責 所以這套制度 其實都是有缺陷之處 當然 裡面的人就更加有缺陷 如果你說九位的大法官當中 佔了一半以上 都是明鏡高原的包工那麼清廉 那就不用說了 一套良好的制度 加上一些優秀的人才 一定運作良好 至於現在一套良好的制度配合一些爛人 所以就出現了7比2這些懸殊的比數 接著講一下第2單的消息 就是有多家媒體都報導 就說副總統彭斯 將會在1月6日主持國會的聯席會議之後 就會進行外訪 分別會到訪以色列 巴林和波蘭 這單消息我猜應該是真的 因為不僅是左媒有報導 就連保守派的媒體也有提及到 其實這個時間點當然就相當敏感 你這條剛剛線主持員的聯席會議 那頭又急急說要去外訪 其實自從去年爆發這個武肺疫情以來 彭斯也未曾進行過任何外訪 更加顯示得出 他是刻意揀選這個敏感時刻 好像要避開一些東西 究竟彭斯的盤算是怎樣 目前就出現了兩種說法 第一種說法 就是左媒 或者是不信任彭斯的共和黨支持者 普遍都是說這一套 他們就說彭斯將會 好像以往那麼多屆的參議院議長一樣 行禮如儀式來主持這次的 國會聯席會議 不會在這次會議上 搞什麼挑戰之類的事 當然他就控制不了那些國會議員怎麼做 但是他本人就不會做任何出格的行動 於是他就會照本宣科 一路唱票 一路點票 點到最後當然 根據現時的賽果就是306 拜登 於是乎拜登勝出 彭斯宣讀完這個賽果以後 他就急急走人 無非就是想逃避 來自共和黨和特朗普陣營對他的指責 即是說要逃避責任 搞完這件事之後 就沒有眼屎乾淨盲走 這是第一種說法 第二種說法 就是來自一些共和黨和特朗普的支持者 他們就說 彭斯就會在這次的 國會聯席會議上 就會幫特朗普一把 當然啦 幫完之後 就肯定有人會不服 分分鐘就會好像年頭那樣 在各地出現一些騷亂的情況 到時候難免要派兵鎮壓都不頂 彭斯的外訪就是想和這些後續有可能出現的行為 劃清界線 這是第二種說法 如果你問我的話 無論哪一種說法都好 多少都是包含了一些 逃避的成份 如果第一種說法是成立的時候 換言之彭斯副總統的任期 任期都是剩下十多天 你還去外訪根本上就是毫無意義 人家那三個國家肯接見你 無非都是給你美利堅合眾國 實際你能談些什麼回來 是不是 你任期都是十多天 人家都不需要給你面子 是不是 如果你說是第二種說法成立的時候 更奇怪 因為你不僅是幫了特朗普一把 其實都等同於幫自己 因為那份選舉人團的投票 不只是投給總統 副總統也是投了 所以 你任期如果還有四年多的時候 為什麼要在1月6日之後 就急急地出發 都不是很解決的 當然你問我主觀意願是怎樣 我當然想說 彭斯就是要主持公道 主持大局 因為 你美利堅合眾國未來的情況是怎樣 其實是牽動著全人類的發展 我當然希望彭斯是會 秉持著公義的原則去做事 問題就是 引用共產黨的術語來說 事物發展的規律 不以人的主觀意志作為轉移 那究竟彭斯是有什麼盤算呢 老實說我自己心底裏就覺得 他很簡不簡選這個敏感時刻去外訪 有好訪嗎 是不是 好了 說到第三單的消息 就是 這個 中歐的投資協定 很有可能 會在30日之內 完成這個簽訂 據報就是 歐盟27個成員國 都同意了 與中國 達成全面的投資協定 沒有任何一個成員國是反對的 之前也有些消息傳出 說波蘭可能反對 其實是流料來的 波蘭是沒有提出反對的 如果有 已經埋行了 就算你保守派媒體都會登 沒有的 所以我看來 能夠達成協議的機會 都極高了 問題就是過去那四年 那些左膠就不斷來去責怪特朗普 就說特朗普的存在就是導致 美歐關係惡化的主要原因來的 因為 特朗普高舉這個美國優先的原則 導致得罪了歐洲方面的利益 他就沒有顧及到歐洲方面的感受 他就不是行這個多邊主義 而是行單邊主義 實際上他們 罵特朗普的原因 和中國外交部罵特朗普的原因 是很相似的 都是說那些東西 現在這一壇就證明得到 歐洲 一直都是想自立 也是不想看你美國臉色做人 在過去那四年就已經完全反映了出來 無論是不是特朗普做都好 歐洲 一直說的取態就是 他都不服你美國做一哥 這個是肯定的 就算你現在拜登的過渡團隊施壓 又如何呢 聖誕節之前還吹風 又說中歐投資協定簽署面臨困難 面臨障礙 紐約時報也是這樣說 華盛頓郵報也是這樣說 你說完之後都沒用 結果你的施壓名是失敗 證明得到就算拜登 他說 一旦他成功上台的話 就會行這個多邊主義 就會顧及歐盟 如何如何 人家是飛起了你 根本上就不聽你的笛 當然啦 這壇中歐投資協定 德國肥婆麥克爾 他都做了很多的操作 他今年下台 去到年中的時候 他就是想在下台之前 盡地一煲 去乃盡 他就有份來主導 中歐投資協定 加上現在德國就是輪任主席國 所以他就是有絕對的 所謂功勞 當然這件事就可以反映得到 特朗普就是代罪羔羊 是不是 無論這四年是不是他做 歐洲一向來講他的取態 就是要拿著數 就不關特朗普的事 就算讓你拜登成功在未來的四年上台 拜登說什麼連歐抗中都是廢話 相信這套東西的人都應該去驗一下腦 就算拜登本人 他有多強硬都成問題 還說聯歐 歐洲也不理你 現在已經起飛腳了 當然現在這個中歐投資協定 十畫就已經寫了九畫半 到底最後一片能不能寫完 接下來兩三個星期就有結果 這一節先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